要警惕你身边的阳光型抑郁症,没有阴影的人是一种悲哀,保罗是如此的完美,保罗的生活也非常完美,我想我们注定要羡慕他一辈子,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,直到有一天,保罗在家里,用枪打爆了自己的头,保罗是王硕笔下一位近乎完美的男人,从穿着打扮到待人接物,无不真诚,得体,身世,遇见他的所有人都很喜欢他,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一直完美下去的时候,他却用一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让所有人错不已,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,他们长相俊美,下性良好,有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,异性追求者众多,还成绩优秀,毕业于名校,在大公司拿着极高的薪水,但他们不喜欢炫耀,显得很真诚低调,他们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挫折,即使有也不需要找人倾诉, 就能自己轻松解决,这样的人,让中下层出身的普通人感到又羡慕又嫉妒,年纪轻轻就到达了无数人奋斗的终点,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? 事实上,我们所羡慕的大离,大老,名校高才生,往往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,就像一年一度喜剧大会里郭云琪表演的黑夜里的脆弱, 平时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能微笑面对,但关上灯,眼前一黑,内心就变得脆弱不堪,在十几年的咨询中,我发现,有很多成功人士从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,长大后也是社会的精英,爱人眼中的好丈夫好妻子, 父母口中的好儿女同是学习的榜样,却唯独在夜晚的时候惊慌失措,恼羞成怒,他们痛苦地嘶吼,想结束自己的生命,不是黑夜有魔法让人变了模样, 而是,如果一个人24小时阳光普照,生活中没有任何阴影,只有阳光,也是一种悲哀,一,什么是阳光,微笑型抑郁症,对一个心理工作者而言,在抑郁的诊断上, 不会因为来访者表现的开朗,活泼而轻易做出判断,虽然每个来访者痛苦割异,但是阳光微笑抑郁者,因为习惯了隐藏情绪,识别他们要更困难, 那么,普通人如何识别身边的同事朋友或自己是否有这种问题呢?首先一个显著的特征,工作为都市白领,或从事提供情绪价值的服务行业,为成年人通常听话, 总是对自己要求完美,阳光抑郁者,有一种强行要求自己满足别人的观念, 比如要大方,要礼貌,穿着要得体,要善良包容,要做一个好儿媳,让婆婆满意, 这些都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,满足社会评价的需要,并认为这是应该的, 观念根深蒂固,他们在白天表现的微笑阳光,甚至自身利益受损时还是满脸微笑,装作不在意的样子, 然而这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,久而久之,这种习惯不仅没有让心情更好, 反而因为刻意掩饰,压抑,使得压力比一般人更大,内耗严重,时间异常就积累了极深的痛苦, 总结为五点,一,始终保持微笑外表阳光开朗, 二,飞地里情绪低落,三,愉悦感缺失,曾经觉得有趣的,不再有趣了, 四,有强烈无主无妄感,觉得别人无法了解自己, 五,躯体有伴随症状,如有睡眠障碍,思维变慢,极注意力难以集中, 容易疲劳,排除疾病的情况下,躯体不适, 如胃部恶心或周身疼痛等,以上症状持续两周以上或断断续续半年, 就是阳光型抑郁者的典型状态,推荐有这些症状却无法通过睡眠和休息缓解的人, 要及时就医,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胡心与字衣案件就是典型的例子, 令心理工作者心碎的事,原本有很多拯救他的机会, 但由于老师家长对微笑抑郁不了解, 不能及时察觉孩子的抑郁和自杀倾向, 以及孩子平时表现的懂事又积极, 不让人操心,很会隐藏,最终酿成了悲剧, 总而言之,阳光,微笑型抑郁症患者们, 一旦有天撑不住了, 在崩溃的边缘徘徊, 他们很可能悄无声息地自杀, 二,追求完美的孩子, 2019年,台湾导演钟孟宏指导了一部家庭教育片《阳光普照》, 在豆瓣获得8.6分,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很多家庭的写照, 父母对成绩差, 惹是生非的孩子不停打骂, 同时也倾注了大半的注意力, 对品学兼优的孩子从不管教, 只是习惯了他的优秀, 这也导致优秀的孩子感觉不被理解, 弟弟阿和, 脾里脾气, 成绩到处, 早恋, 还因为打架被送进少管所管教三年, 而哥哥阿豪白景阳光, 成绩优异, 礼貌听话, 从来不让父母操心, 然而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孩子, 在某个夜晚选择了跳楼自杀, 离开前, 阿豪曾说, 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, 白天与黑暗的时间都各占一半, 大家都可以找到有阴影的角落, 可是我没有, 我只有阳光, 24小时从不见断, 明亮温暖, 阳光普照阿豪的原型是2004年自杀的台湾作家袁哲生, 如今还有胡心雨等很多人, 悲剧总是让人叹息, 但悲剧没法停止发生, 没有一个抑郁的孩子是坏孩子, 他们都曾是天使一样的存在, 比如胡心雨, 通过网路上的照片, 普通人很难把他和抑郁症联系到一起, 父母没有察觉他的异样也正常, 这就是阳光型抑郁的可怕之处, 极易隐藏, 胡心雨10岁时, 妈妈离家打工赚钱, 哥哥也去了福建, 留下爸爸和他在家, 爸爸不善言辞, 胡心雨内心非常孤独, 找不到亲人倾诉, 又不想给家里添麻烦, 只能压抑内心, 胡心雨从小成就优异, 还帮家里老人做饭干活, 在同学眼中, 他玩游戏, 同学关系也不错, 并不是典型的抑郁状态, 但对胡心雨本人而言, 升入技术高中, 地理考了倒数第一, 其他学科也差强人意, 我们可以从笔记中看出他很自责, 习惯优秀的孩子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, 可现实是难以适应新环境, 多重压力的叠加使他极其痛苦, 跟妈妈的三次通话都透露了自己的无助, 想辍学回家等想法, 但是被妈妈拒绝了, 孩子放弃上学多数家长都会反对, 更何况他是一个优秀的孩子, 家长考虑孩子的前途没有接他回家, 也是非常正常的, 但是追求完美的孩子往往习惯于伪装自己, 使得家长没法及时体察到孩子的自杀倾向, 而且孩子到了青春期, 父母会觉得反常是因为叛逆, 于是, 顶嘴烦躁一击惹是叛逆期, 成绩下降社会功能下降是叛逆期, 说不想念书厌学是叛逆期, 谈起死亡厌世自杀欲念也是叛逆, 一切反常的行为, 在叛逆期的标签之下都理所应当, 似乎叛逆期能消除家长对孩子的全部疑惑, 事实上, 这些恰恰是心理异常的信号, 上述一旦出现, 即便孩子轻描淡写跟家长诉说, 也都是在呼救, 即便孩子平时细鼻笑脸, 同学关系好, 阳光自信都可能是伪中, 这正是阳光型抑郁的可怕之处, 我们常常以为, 学习好的孩子才追求完美, 其实学习不好的孩子同样追求完美, 这就好像每个人都有拖延和心理内耗一样, 所以需要家长对孩子的异常有敏锐的觉察, 同样身为家长, 我也在孩子的教育上倍感艰难, 现实的压力要我们承担, 孩子的情绪也同样要我承担, 作为家长会觉得身心俱疲, 有时候自己也有情绪, 没人来安慰, 还得带着情绪去哄孩子, 在这种情况下, 孩子一个简单的错误都会引爆家长, 即便再好的孩子, 也无法满足内心藏着野兽的家长, 对很多家长而言, 生活已经焦头烂额, 无暇体察孩子的心理状态, 要求家长学习心理知识来抵御孩子的心理问题, 是不现实的,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 家长要做到经常真诚道歉, 多跟孩子承认自己的不足, 真诚的道歉和努力的态度, 同样能弥补心理知识匮乏导致的亲子关系信任危机, 三,如何摆脱, 如果觉察到自己或身边人有这种问题, 首选还是找心理咨询师, 如果不能, 也有方法能提供帮助, 分两个方面建议, 一个是给青春期家长的建议, 一个是给孩子自己, 孩子的家长, 青春期也是危险期, 孩子虽然有初步自立能力, 看似让人放心, 但这个时期才是最危险的, 这时期孩子需要的关心不比幼儿少, 容易烦躁, 对待家长是一种刺猬状态, 想要家长的关心, 说出口的却是我能行, 这时家长只需要记住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, 也有过青春, 不要担心孩子贤途, 把注意力放在孩子本身, 而不是附加在孩子身上的工作, 惩戒给自己养老上, 这非常不容易, 但是仔细一想, 一个不留神, 青春期的他很可能患上抑郁离我们远去, 就没什么, 青春期的孩子学习习惯已经形成, 作为学生的家长, 老道督促都无济于事, 不如做一个智慧的家长, 多经营亲子关系, 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关心, 让孩子面对压力和痛苦的间歇, 有加的温暖, 多去体谅孩子的辛苦, 尤其是以前成绩优秀的孩子, 要知道, 一次考不好已经是他们的噩梦, 更不能嘲笑他们懦弱, 无能, 坚强的内心不是靠嘲笑懦弱而形成的, 而是靠积累的温暖和成功的精力形成的, 此外, 家长也可以阅读未成年人防御抑郁的方法, 也可以帮助到孩子, 网络上有关于抑郁的心理量表, 叫做SDS心理测量, 自测后, 会得到自己的抑郁水准, 怀疑自己的网友们不妨试一试, 需要注意的是, 这个量表还需要配合其他量表使用, 一说明成因是什么, 配合心理咨询师的面诊会更准确, 以下测试来源于网络, PHE9评估表, 在过去的一周里, 你生活中以下症状出现的频率有多少, 评分, 0比4正常, 5到7抑郁倾向, 8到14轻度抑郁, 15到21中度抑郁, 22到27中度抑郁, 如果评分为中度, 中度抑郁, 务必及时就医, 因为有可能需要服药, 如果只是感受到自己压力大, 希望预防或及时摆脱痛苦, 不妨尝试, 一打破自己的微笑面具, 做一天不开心的人, 二, 不要求完美, 接受自己做不好, 接受事情就是这样, 三, 尝试减肥的, 或许减肥本身就是压力源, 改善饮食, 适当允许自己, 毕竟有的时候进食是为了满足心理需要, 四, 增加体育运动, 出汗排毒虽然不科学, 但是加速代谢, 能促进分泌多种令人愉快的激素, 五, 写日记, 帮助自己倾诉和宣泄情绪, 但是这里有一个小技巧, 在结尾别忘了表扬自己, 和去寻找困难中的优势, 发现积极的地方, 六, 如果有悲伤情绪, 压抑难以释放, 不妨看看感人的电影, 让眼泪有一个理由, 或者抚摸小动物, 伺候花草, 看看鱼儿, 望望天空, 找到一个出口, 七, 做一些睡前仪式, 比如拉好窗帘, 香薰, 沐浴, 如果条件不允许, 就订好闹钟, 放弃手机, 除了睡觉不干别的, 早醒不要强迫自己继续睡, 不妨索性起来干点而让自己开心喜欢的事, 阳光型抑郁是一种危险的心理问题, 警惕自己, 也警惕自己在乎的人, 是否有相关问题, 一个看起来完美的人生, 是不值得过的人生, 因为背后一定是漏洞百出, 完美本就不存在, 那是神技, 所以真诚真实关心自己, 热爱生活, 保护自己, 而不为了迎合别人, 或让别人羡慕自己, 以神的姿态, 行人的使命。